打开内容页面的试图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创建评论用的试图 用一个view 上面可以加上一个toolbar 里面可以包装一个input组件 在这个组件上面可以添加一些属性 我们可以先用一个class 设置一下这个组件用的类 添加一个toolbar 下关线下关线input confirm type 是用户在这个文母框里面输入内容的时候 手机键盘上面的那个确认键的一个类型 设置成send 表示发送 value是它的值 给它绑定一个comment里面的content 再给它添加一个focus属性 这里面可以给它绑定一个focus placeholder是文母框上面的站位符 这里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 如果因为上的placeholder里面有数据 我们就用这个placeholder里面的数据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站位符上面的文字可以是添加评论 然后在这个评论的文母框上面 我们可以再去绑定一些事件 先用一个bindinput 绑定一个输入的事件 用uninputcomment这个方法来处理 添加一个bindblur 绑定一个blur事件 离开文母框的时候会触发blur事件 绑定一个unblurcomment 再bind一个confirm事件 按一下键盘上的确认键的时候 会触发confirm这个事件 再用一下页面上的unsubmitcomment来处理 打开小程序的主要是文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 toolbar的样式 让它固定在页面的底部 先把它的position设置成fixed 再把bottom设置成0 然后再让它的背景变成白色 宽度是100% height高度是48个像素 再把它变成一个flagbox display设置成flex alignitems设置成center 下面可以再单独地去设置一下 toolbar input 也就是添加评论用的 那个文母框的样式 fontsize可以是14个像素 width宽度是100% 再用padding添加一点内边距 大小可以是16个像素